自交材平衡車逆向行駛在馬路上 跟計程車和機車貼到只有一步的距離 很淡定的吃著泡麵 一旁拍攝的友人 雖然直呼好危險 但卻沒出面制止 甚至還發出善笑聲 而男子玩一次還不夠 再次折返回頭 一心腿又二用你知道嗎 你好瘋喔 這危險當作有趣的誇張行為 發生在六號桃園的永安路上 男子違規將禁止上路的電動平衡車 逆向騎在馬路上 完全不顧身旁 還有其他車輛 而這名男子平時就愛好拍攝 短眼音音分享在網路上 IG還有1.2萬粉絲追蹤 這次拍片違規使用平衡車 也將吃上法單 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六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可處新來賓一千兩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罰款 這個電動平衡車 在臺灣相當流行 民眾時常當作代步工具 但是依照法規規定 平衡車不能行駛在馬路 或是人行道上 只能在河濱公園 或是校園等等的封閉區域使用 這回男子街上邊騎邊吃東西 炫耀平衡力 也被警方頂上 三新聞神秘企 黃世函桃園 採訪媒新聞報導 我們來講 總之